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马上台湾有个青台 会从台湾边缘扫过去的话 投诉朋友要多注意一下 今天晚上的一些防台资讯 这个盘式 其实我说这个盘 看到今天的标题 川普戳大泡泡 不要说我讲 其实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一个盘式的趋势 说真的有很多关盘的重点 我在今天传真稿分享的第二点里面 我就说最简单最简单的 什么专业的 什么那个属于经济指标 或者是技术面的专身 很专业的那种高升指标 我们不要用这种太复杂的方式去想 最简单的 有没有感受到全市场的资金非常多 台湾钱真的是烂头寸非常非常多 可是烂头寸多不是一天两天了 好多年了 美国三次QE 三次宽松货币 一直制造这种货币的陈述效应 就是制造更多的现金在市场上 有用吗 越来越效果越差 最简单最直接的 在你的生活周遭 今年以来 一看了多少家那种30年40年的老店 关掉了 可能就是为了房租 可能就房东为了要卖房地产 请这些几十年的老店搬家修饰了 那么最重要的观点 我们不要说别的 七月份来 你仔细看一看 太阳能的易通 裁员 甚至有传出可能会下市 绿能一下子宣布清算解散 还有昨天宣布的长天科 直接宣布全体资钱 这些资讯 其实大家都看到 市场的资金非常多 不是没有资金 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制造整个美国股市的超级大泡泡 昨天晚上我在回答完好朋友的一个 这个问题之后 直播完以后呢 我还特别一直在观察 美国道琼的走势 我说这个盘是很精彩的 27398 不要是真的又是一次 一生难得一见的高点 如果真的又是高点 我将来还是会把这些点位 放在我的FB 放在封面的首页 那最重要的观点 我们每一天做了很多功课 包含了晚上的直播 我都会放在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在下个月八月中 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左右 那么我们会把我们YouTube频道 一些属于直播的短片 接下来不管是早上开盘前 或者是盘中有重要讯息的话 我会用直播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到时候一定要开启这个小铃铛 你才能够接收到 如果没有小铃铛的 没有办法收到 那么YouTube频道的订阅 这个影片右下角的浮水印 或者是频道右边有这种订阅的字样 一定要先按下去 同时要按下小铃铛 那么以后我们在YouTube的短片的直播解盘呢 你才能够随时做一个掌握 LINE8在下个月八月中会开始收费 这个时间点呢 他们对整个那个计费方式 我们一万两千多个好友 每个月算是最简单最简单 没有乱发资讯的 可能都要几十万 好这个费用实在太贵 没有办法承担 那么相对我们会在YouTube频道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定要先把握订阅 同时按下小铃铛 开启即时的通知呢 这些都是YouTube的免费功能 非常好用 大家一起来掌握 好那进入今天的主题 川普戳这个大泡泡 美国道琼指数2793 这个27398 27398 我说这个指数点呢 一开始他用什么方式 又要对大陆加关税了 又跟习近平不友好了 奇怪了 川习会前讲的怎么样 然后呢 川习会最后6月19号 还打电话给习大 我们是好朋友来吃饭吧 造就了7月1号 10914 109百点之上的高点 那么相对 他现在又跟各位讲说 他又要对大陆3250亿美元加关税 是不是戳破了 Bauer说要降息的道琼历史高点 27398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是川普哦 不是我哦 我没有办法去加关税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看昨天晚上的三立新闻 有没有 三立所说的 从4月份 有没有 4月份发展了友谊 然后称赞习大是个伟大的领导人 我喜欢他 他也喜欢我 好像同志一样 然后呢 昨天又讲说 我与习大现在可能不太亲近了 美国正采取史上最强硬的行动 这个讲话 真的是 大家都知道说川普的说法 他的为人处事的态度 你看今天的媒体 川普说 我跟习主席不再那么亲近 可能要向中国收更多关税 这句话 美国正采取史上最强硬的活动 你看 早上非凡的梦宁克 和习近平习大的友情破裂 川普自爆 关系不亲近 很精彩吧 那这些关键的重点 怎么样来掌握呢 其实大家会仔细观察一个地方 在川普的动作里面 来 最大的点在这里 3250亿美元 25%关税 不要说25% 如果10%也是非常非常重 10%就300亿美元 谁受得了 绝对受不了 你说这个时间点 大陆已经讲三次要公布美气黑名单 从6月中 7月中 讲了三次 给给 足足给这个新八国联军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为什么还不出手公布 就是在等 等这个3250亿美元 然后到时候 大陆有两个方式来还击 第一个 对美国企业的重点黑名单 第二个 对稀土牌的一个出手 这两点你仔细观察 我的方向看法没有忽多忽扣 那么最主要的关键 来 你看川普称中国想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大陆的外交部 直接跟他来澄清 用外交部哦 不是川普推特发文说一说而已哦 完全是误导 这个说法很硬很严重 完全是误导 然后呢 再来环球时报 这是中共的官媒 大陆官媒的环球时报 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 就算6.2% 第二季放缓到27年的最低 中共扛得起 耗得住 扛得住 耗得起 这个讲法已经很明白 打脸川普 打脸川普 你不要再乱讲话了 你要真的跟我硬拼 加关税 说真的 我们也看过一些经济数字 大陆的出口占GDP的比重 大概只有9% 只有9% 影响说真的不大 所以会打到出口企业 可是大陆可以扩大内需 甚至去降存准率 他们的存准率还是很高 美国玩得起吗 玩不起 最大的关键 我昨天跟各位讲的两个因素 还就记得 美国的国债 22.44兆 马上9月份 又要 钱烧完了 借钱烧预算 又要花完了 22.44兆 再来美国的贸易赤字 每一年6210亿美元的赤字 怎么办 急的不是中国 是美国 好 我的认为看法没有改变 那么相对的 我说超级大泡泡 被川普逼的 可是呢 被逼归归逼 逼着 美国现在的通膨率 大约只有2% 美国的失业率只有3.7% 5月份3.6% 是50年来最好的经济情况 这个时候凭什么降息 不管就之前所说的 失业率 通膨率 其实都是经济数字很好 不应该降息 反而应该要继续升息 被川普逼得 要配合打贸易战 川普之前就讲过 5月份的时候就讲过 如果 鲍尔去降息 贸易战就赢了 那这个时候呢 鲍尔低头了 也跟着 川普呢 去打贸易战 相对 我说川普一低头啊 这一波上来 从上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造就美国道琼历史新高的 超级大泡泡 是谁 鲍尔 那么鲍尔制造这个超级大泡泡 我昨天晚上在直播完以后 我还特别一直盯着美国股市 看到昨天晚上10点49分 有没有 10点49分18秒 27398 这一个数字啊 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 27398 这个27398的数字是什么数字 鲍尔很喜欢的 超级大泡泡的数字 那么我说要避开道琼邪恶第五波 道琼邪恶第五波 有没有 这个道琼邪恶第五波的压回 会让人家很害怕 现在你看到道琼27398点 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从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 道琼创历史新高 亚洲股市有跟着风吗 大家真的很理性 为什么很理性 因为经济数字最直接不好 这个数字里面 川普还教坏日本 跟韩国去打贸易战 我说过啊 就以苹果手机 一个苹果手机 至少要200家公司 提供了很多很多零组件 到组装 才能够完成 一个苹果手机 其中只要一个环节 出问题 知道就知道不出来 不光是苹果的iPhone手机 甚至包含三星的手机 今天散热 是不是被点名 会减产会延后 那这些观点 千金难买早知道啊 还是提醒大家 避开道琼邪恶的第五波 不要乱猜指数 毕竟在高点的位置 保守一些 好不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 川普说 我跟习主席不再那么亲近了 可能向中国 收更多的关税 川普又扬言 对大陆会加增更多的关税 对大陆加关税 手指就要去戳什么 27398 这个大泡泡 昨天27398 突然有一个急杀下来 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知道是这个点位 历史的高点 相对呢 今天早上 原来哦 是川普说 对大陆要加关税 刚好在盘中 27398 包尔的超级大泡泡 又被川普给戳破了 那么对大陆加关税 是不是 可能向大陆收取更多的关税 贸易战川习会才过两个礼拜 今天7月17 才过两个礼拜 还不到三礼拜 马上他的说法又翻脸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来 我跟大家讲 昨天的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 19886 拜拜咯 昨天大盘10886 刚刚好差了9000点 从民国92年以来 除息增发 增发了9000点 昨天我在非凡前线百分百呢 也跟各位讲说 最大压住台股不能上1万1的关键 是在于除息的增发 昨天创历史新高 今天压回来 现在你看到美国道琼或者是国际股市 建高才刚开始小跌 到今天晚上我也先跟你讲 刚开始跌的时候 刚开始反转小跌 你不会有感觉 可是接下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 7月3号台指期的先人指路 一分钟跌523点 台股才1万1000点不到的幅度 7月3号一分钟可以跌523点 那不是错账 这是瞬间城市交易的击杀 10亿 城市交易商赔了10亿 有赚回来吗 没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19886的历史高点 是在昨天除息完 排股10886 今天马上 好 这个 这个报酬指数呢 马上跌了 101点 搜在 19785 19785 跌了101点 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数字 昨天道琼指数 除息还原的报酬指数 创历史新高 高点 今天早上 你看到道琼 27398 历史高点 都建高了 今天才刚开始小跌 后面速度会越来越快 不要忘记了 道琼现在是27000点 27000点 跌10%的话 是2700点 不要说10% 只要4%就好 就是千点 那么道琼千点之约 还是会出现 一段时间 可能好日子过久了 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 相对 我跟各位讲 这种7月3号的 台指期先人止入 或者是美国道琼的千点之约 真的要很谨慎 很谨慎 我不是叫你去做空旗子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 你在股票市场的操作风险 一定要注意 好 一定要注意 你不做空 没关系 多单 记得轮动之下 拉高要做调节 那相对的 昨天 我说那昨天的指数 还没有改到 是19886 这边有改出来 19886 是不是历史高点要避开 今天开始拉回 你看到大盘指数 今天跌好像也没什么 实际上 来 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到了历史高点 你还要去追 我也没办法 在昨天历史高点 叫你去追股票的 我也可以跟你讲 就算未来股市大跌下来 他们还是一路买 一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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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做死多头 不会卖 反而真正到低点 他们会停损呢 相对全部换股票的时候 落地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我在股票市场上 不要说以前在券商 或者是自己投资了 在民国85年开始 尽头顾业 尽头顾业上电视 解盘到现在 二十几年了 我们看过太多太多次了 去年很多人 跟我对作被动元件 今年有人要跟我对作 稀土股都欢迎 最重要的重点 来 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你如果高点 历史高点不卖 一师足成千古恨 真的要非常小心 就像我昨天讲的 这个标题蛮有意思的 我昨天讲的时候 是前线百分百 那个微良老师 他们讲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当股票市场越涨越高 距离天国就是越来越近 高点嘛 越高的话 距离天国是不是越来越近 但是希望能够上天堂了 不要到了天国之后 从最高点还不到天堂摔下来 那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相对的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说 罗杰斯的警告 他说一生最糟的熊市将会到来 我说真的很多时间点 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 道琼指数在26,000、27,000来回震荡 震荡了两年 那么我从去年7月开始做空 唯一有做买进的就是三档股票 7月到现在 去年7月到现在 一个是富邦VIX 第二个是稀土概念股的两档 复首者1号跟2号 其他我都还是做空 一生最糟的熊市 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是做空去做避险 一生最佳机会 就是放空的机会 看你如何选择 是不是 每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次的经验 但是绝对不要在关键的位置点 做错大方向 我们以前也真正经历过 民国79年 讲个故事 12682 12682点 跌下来 跌到6000点 跌到5000点 腰斩 大盘指数腰斩 够低了吧 那时候 可能是刚进入股市 没几年 才两年三年时间 基地不够 那个时候从12682 民国79年做股票 从12682 跌到6000点 5000点 应该觉得见底了 结果 10个月的时间 10个月 同样都是在79年 我记得一个是2月份 一个是10月份 从12682 跌到2485 剩2成 大盘指数一年之内 足足跌掉了8成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也真的没看过 大盘指数会跌成 这副德性 真的 违禁股市的第三年 76年开始接触股市 到79年 79年 看到大盘指数 一年跌1万点 一年跌1万点 跌1万点 12682 跌到2485 一年跌1万点 跌掉8成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金融市场上 你要如何掌握 每一次的关键 这是为什么 我去年告诉大家 真正历史高点的位置 包含的被动元件 包含的细晶圆 有多少投资朋友 说要高点去做长线 看到我的分析 避开甚至放空 当然还是有很多 还是有很多被动元件 一路买一路买 买到最后 停损 这一次我还是跟各位讲 你看到昨天 大盘指数 还原除息的报酬指数 19886 高点 道琼指数 昨天 27398 历史高点 这是一生最佳的机会 不要做错方向 你不做空 可以多报点现金 甚至报百分之百的现金 都OK 那最大的关键点 我还特别把这张图找出来 去年2月6号 去年2月6号 当天大盘指数跌多少 542点 一天跌542点 大盘跌了快5% 富邦VIX 一天暴涨56.9%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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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一天 一开盘大概9.06分吧 10块1附近 卖 当天一天涨59% 卖掉 很过瘾的一次 就是在去年2月6号 富邦VIX 它没有涨跌幅 一天涨56.9% 现在都还没有 今年都还没有出现 那这种情况之下 回到台湾的富邦VIX 现在4.91 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都OK 股票市场上 本来就是如此 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才会形成交易 如果大家全面看多 全面看空 抱歉 不会成交 是不是 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我只跟各位讲 一生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真正把握住机会 不要看到低点了 还在看空 富邦VIX是反向的 是道琼的一个 波动率的反向个股 好 那最重要的观点 来 我们讲两个利多 今天开盘前 有没有 三星7奈米之战 帆船 台积电热等减肥单 哇 利多耶 对不对 说好的利多 今天怎么会跌4块 今天尾盘还台子期结算 台子期结算 大家一发现说 外资买期货254口 换月之后 没有维持4万口 5万口的多单 换月之后 就跟昨天一样 真的减少了 只减到 32681口 跟之前外资买多单 期货台子多单呢 买5万口 买6万口 感觉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 7月31号 联准会 如果真的宣布降息 利多出境 甚至到下个月 还有除息 到8月份 还有160点要除息 外资也不敢跟你拼 今天外资卖29.6亿 没有去做拉高结算 反而是压低结算 这点很特别 难道外资真的像我讲的吗 去放暑假了 明天7月18号 我昨天在前线百分百所说的 关键决战 7月18 718 那么相对的 你看另外一个利多 超微的新晶片 卖翻天 台积电7纳米 大单接不完 接不完 结果跌4块 坏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 你真的看懂这些资讯 有些信息 明明就是 可能上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出来的利多 他就不断不断的炒 因为也没有其他的利多 他就是不断不断的放 不断的不断的添油加醋以后 告诉你利多 然后 我问你谁在卖 今天台积电 说好的7纳米 三星不好了 说好的超微 又卖翻天了 结果今天大跌4块钱 外资又卖了8124张 8124张 你想想看 对整个台积电是好还是不好 明天马上台积电要法说会 也是他的股息发放 台积电的法说 说的好 我昨天讲的上天堂 说的保守 外资放暑假 不要说下地狱那么难听 外资就给你放暑假 你看7月份开始 外资的动作 有没有像放暑假 讲白一点了 明天台积电 2074亿的股息 拿到手之后 一部分的外资 我过去经验 大概会有五成 会有五成的外资 会汇出 台币 接下来容易走扁 然后一部分拿到现金的 会回头买台积电 但是不是马上立刻买 他也会择时压回在低阶 而不是用追价的方式去做操作 如果说去追价操作的话 很简单 2000亿 可以买把这个台积电 买到什么位置点 吓死人的位置 你觉得可能吗 但是如果法说会 明天早上就可以拿到股息 然后法说会 如果一保守 那完蛋 现在从今年前五月的全球金元代工是衰退 六月份我的看法也是衰退 前五月 前六月 真的不好 那么相对 你先看这个数字 今天大力光 大力光退出车用镜头 外资今天大卖165张 连八天卖超 连八天卖了1143张 47.5亿 用今天的收盘价4155来赚 47.5亿 昨天涨上来 谁敢告诉你说 外资在连续七天卖超 卖了900多张 是我马老师 今天大跌下来了 哇 你看 大家都早知道了 那同样的情形 真正在高点 在转折点 敢告诉大家的 不要每次事后讲 西图谷一号二号 涨到高点跌下来 马上就很多人跟你讲说 主力跑了 低点从来也没有跟你讲做多 高点说主力跑了 是吗 不是 他也是跌下来才讲说高点 这个事后讲 这个我都不用讲太多的说明 他们要帮主力去做一些放假消息 洗盘 高兴的不是散户 是主力 主力就是要把这些股价压下来 去做低档进货的时候 没有什么找不好 找不好好利空 就跟你讲说主力出货了 好几位好朋友就问我 不是我讲的 是别的分析讲的 叫你去卖股票 叫你去放空 那你去跟着去卖股票放空 我再提醒你 小心你卖在低点 空在低点 他这些手法 就是要做一个洗盘兼幼空 让你股价跌下来 你会很害怕 很害怕拉起来 你又想追价 今天小跌下来 你是不是又很害怕 西土股的两档股票 我还是跟你讲这句话 就跟大力光跌下来外资看坏 涨上去外资看好 市场上有太多太多的手法花招 如果真的在股票市场 没有待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至少要十年以上 很多新的分析师 没有经历过这十年 好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 好 你看 真实的数字 我刚一开始所说的 不要讲说什么 专业的经济数字 也不要讲说那种 很高深的技术分析 你在今年看到多少老店关掉了 宗教东路多少店家收掉了 甚至还包含民生东路 台北市一些夜市一些点 为什么这些厂商会做一个休息收拾 或者换位置 那个因素讲的太多 我们看七月份就好 我们看七月份就好 七月份大家最有感受的 曾经当过古王 一通是1205块的天价 1205块 现在跌到剩2块多 金传要下市 好 下次我待会 我再补一张 他的月线图 你一看就知道说 从1205块 跌到2块多 情何以堪 一通传出来 可能会跟进下市 太阳能业7月10号 一年解雇超过3000人 这个3000人 那么多厂商 没有办法 大陆的六一新增以后 那个价格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先休息 避开这种杀价流血的竞争 同时呢 你看绿能 绿能下市就算了 一下子跟大家讲 清算解散 六家银行傻眼 一下子全部要7月份 7月份要认赔 14.54亿 因为他已经宣布了 宣布的话 就会计制度来讲 银行就要在这个月 第三季提列损失 绿能又解算 284人 3000人又往上加了284人 同时呢 你看中美贸易战 七家工具业者 放无薪价 有没有 七家工具业者呢 七家通报 工具机就占了4家 整个订单只有4到5成 第三季 非常不乐观 这个怎么是好现象呢 你告诉我 再来 长天科 昨天晚上 爆发营运危机 发布薪水 之前全体员工 连财务主管也之前 很严重的事情 大融货运 把整个货运月 全部这个月底 全部停掉 也要转型做包租工 为什么这么些企业 他不做本业经营 要开始停工 景气真的这么好吗 就像美中贸易战好了 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 你看美中贸易战 老美内商 上万间店家会爆倒闭潮 到七月中旬 已经7000家了 上一次我讲的时候 是突破6000 现在是突破7000家 上万间看法 看多少 12000间 川普这样子搞一个贸易战 他也是迫不得已 他接下来他也要选举 跟大陆对打起来 两败俱伤 只有一个机会方向 避险做空 避险就是类似买富邦VIX 买反向的ETF 甚至买稀土概念股 不然就是放空 还有一种呢 你如果不做空的 你就是报现金 这么简单 如果你跟着 美中贸易战去压 哪边多哪边多哪边多的 我告诉你 接下来突然睡个觉起来 你一发现 如果川普的动作又大了 那个一巴掌又打下去 又戳破很多泡泡的时候 小心会跑不掉 去年2月6号 一天台股跌了540点 会不会再出现 我们也是不希望它出现了 好不好 但是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 那相对的 来 你看国具也传出裁员 今天又小跌下来 我说国具最大的可惜点 他就是认为筹码 太多在散户手上 一而再而三的 跟你讲很多的利空 还包含股东会的时候讲说 目前的产能利用率 只有3到4成 库存还有4到5个月 讲白一点 第三季不用做 还卖不完 库存4到5个月 第三季都不要做 还卖不完 景气有多好 现在的股价 因为它还有含息45块 今年还是可以赚个十几块 十几块是没问题 但是股价会涨吗 筹码没有得到归宿 它的股价放给它流水 自然往下流 那这个观点再到 你看美国最后一家 IKEA工厂收摊了 美国川普还要说 要制造一些美国制造业的法案 来保护美国生产厂商 讲这个话的同时 美国最后一家的IKEA工厂收摊了 大陆的家具业也做不下去 美国的家具业也做不下去 到时候美国的家具只能从欧洲 没有关税东南亚去进口 这些对IKEA这些工厂来讲 都不是好事情 可是最实在的 从联准会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了衰退 落入了衰退 那这些讲太多你都不相信 你看金融股 从上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连续四天下跌 降息循环开始启动 金融业 第一个寿险业怕降息 利差会缩小 金融股开始走盘跌了 然后再接下来 你看到欧洲垃圾债 高值利率债券转付 寿险业在海外的资产 外资评估有5500亿美元 连这些高收益的垃圾债 都转为付的情况之下 我问你 寿险业海外的5500亿美元 那个比重非常高 占了大概七成 怎么办 寿险股不要碰 不要说看它的股息很好 先等它利空出尽 股价真正落底了 以再来接 这个时间点不要碰 好不好 那么再来 每一次的降息循环 从1989年 2001年 还有之前我跟各位讲过2007年 前面三次降息循环 这个太久了 2001年跟2007年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每一次的降息循环 股市大跌 这个现象从2001年 有没有 2001年的1月3号降两码 稻穷呢 跌了4000点 36% 然后2007年9月18号 美国降息两码 稻穷跌了7500点 跌53% 那再接下来呢 现在稻穷指数 今天早上的最高点 27398 27398 这一次也是美国稻穷 涨了2万点 涨3倍 涨3倍的历史高点 有人往这边 高点高点连线往上画 也确实好像是 遇到压力压回 遇到压力会压回 不是喷出去 假过高增压回 这种情况是一个贸易关税泡沫 最简单的逻辑 印了很多很多的钞票 全市场 制造业 太阳能就是最好的例子 太阳能 面板 低润 大的产业几乎都是供过于求 怎么办 为了保护美国的本身企业 关税 关税拉起来 外面进来的要加关税 当然竞争不过美国企业 所以它是保护美国的企业 讲白点 这个很坏 从6469 美国的次贷金融风暴 美国三次印钞票 三次的大印钞票 宽松货币 制造全世界资金很泛淡 各国厂商盖了很多很多工厂 盖好了 亮出来了 价格杀得很低了 然后告诉你说 关税保护美国企业 其他企业怎么办 真的会很竞争 将来行情指数一旦修正 接下来的大修正 罗杰斯讲的一生最糟的熊市要来临 也是一生放空最好的机会 在历史高点 你要怎么把握 那这个观点呢 来 这个道琼 邪恶的第五波 五之一 五之二 五之三 五之四 五之五 邪恶的第五波 我还是跟各位讲 避险放空就对了 那么相对呢 你看 不要说我讲 美国市场 他们自己看法的 也是认为非常的恐怖 有没有 甚至美国的指数 全球的股市指数 只是靠77支的大型股 这一波拉上来 就是拉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 今天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 全部跌下来 还有人刚刚问我说 老师 鸿海说什么 负债几千亿的 好危险 好危险的感觉 错 那个都是乱传的 但是一件事情 它就是要打压 如果打压指数股会怎么样 市场已经是非常理智的时代了 那些假消息就不要乱传了 好不好 假消息传多了 只会让媒体的影响力 跟公信力 越来越被人看扁 多看见直播 反而讲后是真话 那相对的 7月3号 胖手指 应该讲台子旗的先人指路 台子旗的先人指路 一分钟暴跌523点 它告诉你是方向 但是你看到指数往上拉 你就会很害怕 害怕说这个时间点 如果错过了行情 上了1万亿会怎么样 不怎么样吗 它还是拉指数股 拉你手上没有的股票 最真实的 7月3号台子旗的先人指路 城市交易商赔了10亿 一分钟 撒下去拉起来 一分钟10亿 以后还会出现 因为我也发现说台股 这波拉起来的 跟ETF的城市交易有关 它就是拱指数股 你逼着ETF的规模 去买台积电 买大力光 买红海 买够了 杀下来 也会是城市交易的追杀 怎么上 怎么下 都是靠城市交易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 有乱流 背后降息会有更大的问题 今天早上的27398 有没有 27398 这个位置点一定要很谨慎 至少至少 报现金不会错吧 你报现金 马老师也不会说害你 你报现金 我有什么好害你的 但是你如果做错方向 那个影响很大 你看 马上财报季会有地雷 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很多重要的超级财报周 今天晚上陆续会开始公布了 哪一个地雷 不小心引爆的话 那个跌幅一跌起来 不是一加两加 可能一下子三五%就直接跳空开低 我说这个行情 你说这个盘是有这种地雷吗 我讲一个最真实 大家感受也是最直接的 什么内容 你看比特币 比特币从今年的3200 飙到6月27号的13000 7月10号回到1万多 然后又谈到13000 现在今天跌到9100 比特币现在又暴跌 跌到9100 比特币在跟大家玩一个数字游戏 虚拟货币 就是虚拟的数字游戏 股票市场上何尝不是如此呢 你看到接下来财务报告 这些财务报告 也不过就是一个数字游戏 他们怎么解释比预期好比预期差 股价呢 记得一件事情 美国道琼昨天见历史高点 如果真的出现反转 会很惊讶 高点最怕的就是不如预期 变成利空压回 那么整个获利衰退的几率急升 比获利数字比预期糟多了 这些讯息我们都讲过好几次了 最大的关键 你看对欧洲 鲍尔他对31号的降息松手之后 美国川普的动作就开始加大 川普只是启动贸易法301条款 报复法国 还有欧洲盟友 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叫做汽车关税 讲白一点 做这么多的关税动作 就是要保护美国企业 为什么要保护美国企业 三次的宽松货币 印了太多太多钞票在外面 一堆企业制造过多 供供余求过多怎么办 美国企业加关税保护 其他不是美国企业呢 自己想办法 这种情况 你看IKEA在美国最后一家工厂关门的 大陆家具业他们的毛利如果低于25%的 陆续也会开始搜索 这种情形呢 工具机今天是不是跌下来 这个我后面就不讲了 相对的大陆在6月14号 近日公布科技站开打 还记不记得6月14号就已经讲了 近日公布 第一次7月5号 第二次美气黑名单要公布了 再来7月11号 再讲一次 大陆商务部近期将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 你再看一次6月147月5号7月12号 总共在媒体看了三次 不可靠实体清单近期要公布 到现在为什么不公布 喊三次希望这个星巴国联军要回头 但是他们的法规绑住了 不回头 川习热线 当时是10573到10650这个缺口 不是看10650 是看10573 小心会先来回补 其实就指数上来讲 如果是跌台积电 那个一下子就跌下来 没有什么 最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大方向确定 从106506月19号到现在 200多点的空间里面 横盘一个月 那是高档反弹震荡出货的节奏 10650这个缺口 如果开始回补 我告诉你 那个杀伤力会很快 就不会是慢慢慢慢的 这个缺口 573 10573到10650 缺口一旦开始回补 小心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你看大力光 我们昨天讲 外资连期卖的时候 到昨天连期卖 今天是连8卖 今天大力光跌105块 昨天还涨55块 是不是 这些像雅德克 昨天有没有 外资还是在卖 那么相对10连卖 就卖了1886张 那么在新项 我们也说过 7月份以来 我们回补了新项 迅兴 维森 穆德 瑞玉 雅德克 甚至包含汉逊 还有风翔KY 今天拉上来 放空 一样放空 拉起来 一样放空 节奏没有忽多忽空 这些现象 好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掌握 我们不要说 叫大家去追高 然后自己呢 反而在这个 偷偷卖股票 那个感觉是很不好的 好 那么很快 我们来看一下 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来 我们先看一下欧洲股市 欧洲股市是小跌 0.13 德国跌0.13% 幅度不算大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个股的方向跟大盘的方向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森林里 6411的金盐 怎么看 目前是不是要参与配息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天 连续三天 外资其实是站在调节的卖方 在前两天 上礼拜五跟礼拜一 有回测时日线 这个位置点我不建议 因为它的走势从技术面筹码面有转弱 有转弱 你看它的出息时间 7月18号明天 明天一开盘 自营商为什么先买 它是有税负的结税优势 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 相对的我不建议参加它的出息 明天有谈上来 有填息的时候 记得高卖 好 那再来 8299的群联空单怎么看 目前今天盘中最低到313 最低到313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投信最高上来 今天跌到313 外资又开始买 然后投信开始出 这个现象 五日均线跌破 已经开始转弱 这个还是出现一个转弱 空单会建议续报 那9914的美利达 外资又继续买 这个短线上 它也算是运动概念股 不过就股价来看 你会发现 今天高点196 差五毛 逼近高点 逼近前高了 一个高点 两个高点 三个高点 如果这个高点 能够站上196.5 你多单续报 明天站不上196.5 记得先卖一趟 避免说 一个高点 两个高点 三个高点 它又是做成三三 一个三 两个三 三个三 毕竟它的股性 还有这个价格 本益比 你去算一算 不算低 好 那再来 8105的凌距 可以做多吗 凌距的股价走势 我记得我前两天讲过 11.55 价格不算高 有轮涨补涨的机会 但是今天呈现小跌 11.55 前高的位置 当做支撑点 那么现在五日均线已经超过11.55 接下来你也可以用五日均线11块6 做多头的支撑 那8431的会赚科 会赚科是否可以做空 就形态上来讲 今天确实是有转弱 好像做出一个头部形态 来 它现在容领有773张 你要注意它今年有没有出席 好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出席 去年亏损 可能今年没有除席 我是没有仔细查 你要先做功课一下 要做空的股票 两个重点 接下来第一个 你要先查它 有没有除席 有除席 如果它除席时间还没有过的 接下来时间不多 不要去做没有除席的股票放空 如果说它已经除席除过了 相对这个位置点 可以拉高去做避险的操作 那么相对54块4 高点 设一个停损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目前在3563的穆德 什么讯号可以认为止跌 我说这一段时间 穆德的股价走势有没有 你仔细看 穆德跌到快前低的位置 才止住 现在这个量能在萎缩 你说这边要止住 没有这么快 345跌下来 我们看这个位置把它标出来 349 7月10号到349 这个地方只是反弹 为什么说它还没有真正止跌呢 你仔细观察 它的长期均线全部盖头 大盘是在这里 你对照一下大盘 大盘现在在这里的位置 你在对照3563的穆德 是不是比大盘这个位置还要低 弱势 它会反复打底 目前没有这么快 会出现落底的现象 再来就是被动元件 怎么看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你要抢被动元件的 五日线跌破 抢短 今天跌破就退 它的股价走势呢 你看它的利空 不断不断的被媒体爆出来 那不是我在打压了 我没有放空国具 我也没有放空被动元件 不需要去打压他们 但是媒体不断出利空 告诉你就是叫你卖 你不卖 你看看到时候 是不是会有人杀下来 就目前的走势 国具 现在今天的收盘价 六条均线全部跌破 弱势 避开 那么2492的华兴科呢 注意它的季线最低 季线在168.8 168.8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它前低是168 现在季线就是在168.8 相对它如果连季线都跌破的话 那就是真的跟国具一样 六条均线跌破 好 这里要特别注意 被动元件基本上 我还是提醒你 现在景气还没有回复到那种 很旺的旺的季节 小心还会再压回探底 好 那再来8086的宏杰科 你看宏杰科的股价走势 有没有 宏杰科这一波沿着十日均线 这两天 它今天反弹到五日线 十日均线 五十一块六 注意 五十一块六 跌破 对不起 这个十日均线是在68.3 刚刚游标没有移过来 十日均线在68.3 注意这个位置点 跌破就会转弱 外资连续四天在卖超 好 反而投信今天去拉高追 这个很容易买在高点 那8046 大疆3563是不是 忘记了 看一下大疆 大疆的后市怎么看 我查一下 突然脑筋跳过大疆的代码 8436 不是80 8036 大疆的股价走势 怎么做观察 你看大疆最近的走势 387.5 一波比一波低 反弹到十日线 上一次反弹有站回十日线 这两天没有站上 你如果说大疆的一个股价走势 注意它的十日线 413 你记得个整数 413 413 没有站上的话 就可惜 站上还有机会再去挑战它的月线 426.7 那么相对 它现在的压力就在413左右的价位点 股价走势是一波比一波低 一波比一波低 这个现象还没有落低一点 都不算是正式有落低的现象 好 那再来 那0056 原大高股息可以存股吗 存股不能是每个月每个月买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存股你真的要买高股息0050是可以的 但是一个重点 我会建议 我会建议危机入市 当大盘真的跌下来大家都不要买股票的时候你再来买 你不要说每个月每个月去买 那只是帮那些高档的人出货而已 相对高股息股票可以存股 但是要危机入市 不要每个月定存定存的去买好不好 要存股是要危机入市才会真正赚大钱 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 VIX我认为会开始起涨 那么9955的加龙后市上来讲 我认为会跟着黄金 黄金还会在走高 甚至稀土的价格趋势还是会看好 因为美中关键点是川普 他又翻脸了 那3443的创意可以做多吗 我刚刚讲的比特币现在大跌 今天的价格走势跌到哪里 我看一下 刚才这个价格走势7月17号跌了1300块 比特币跌12% 创意明天小心 创意明天小心会大幅的拉回 不可以做多 那另外一档个股你所问到的是 华欣科 就跟刚刚被动元件讲的 这个时间点 没有到它的产业转折关键 好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来讲的话 华欣科会跌到几元 这个就变成盘跌了 我不敢跟你说会跌到几元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刚刚说的 它现在的关键是在季线 168.8 前一次我跟各位讲 168的底部不要跌破 它的走法盘整了一个礼拜 能够站上半年线178.5 才能够转强 现在横盘这个区间里面 它的跳空缺口175 有没有175 就在这个区间做震荡 那再来 那4904的远传后市 最近电信股其实是弱势的 外资一路追杀 毕竟大陆 那个华为 马上要出新机去做5G的时候 台湾的5G呢 没有 苹果的5G呢 没有 那么带动整个电信股 跟收入能够成长的 会在5G 4G已经大家玩到没有什么利润 它会变成获利会慢慢下滑 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卖有它的原因 所以相对你看今天的远传 71.1的前低不要跌破 这里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3049的核心 后续看法 面板走强 核心也会跟着走强 但是记得它是轮动 再冲高 短线也要跑 不要说一直去做一个强短追高的动作 那4123的陈德 陈德今天最高83块2 有过高 强势你可以继续买 明天呢 是7月18号 生计一月开展 有趁着利多拉高 反而要出 不要追价 这个生计展 生计一月的时候呢 往往有低点 拉回可以接 有利多健报 拉高的时候 就不要再追 你再追可能只能适合是当天 当日冲的那个现象 好 目前来讲的话 3034 那个联勇的部分 不要说我讲了 你看看联勇谁在卖 前两天真的跌下来 7500张 今天又是外资卖7400张 投信跑去接 收盘 几乎是收最低 这个线形结构啊 越线跌破 往下走弱 好 不要去抢 那3008的大力光 我说过 它的走势 外资天天卖超 连续8天卖超 讲再好都没有用 真实现象 拉起来 跑了多少 40几亿 好 我刚讲的数字 你应该都看到了 那3704的合情控 多单怎么看 我在这两天跟各位讲 它的低点23块4 有个缺口 虽然昨天有补一下 但是没有跌破 今天呢 低点23.55 再守23块4 有没有 我把这弄清楚一点 23块4 好 23块4的一个位置点 把这边弄清楚 它的缺口 23块4 支撑也就在这个位置 好 那再来 那目前走势上来讲的话 9958的世纪刚 怎么看 9958的世纪刚呢 股价走势 今天的缺口 你记得 今天算是有 风电题材 但是风电题材 往往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短线 今天的缺口 75块半 设一个停利点 在这里 好 设一个停利点 75块半 缺口没破 你往上做 往上续报都OK 但是缺口一回头 记得要落贷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FB好朋友的一个询问部分 那在目前的盘式上 3708的上尾投控 怎么看 3708的上尾投控呢 在之前宣布说要卖子公司 到现在 一个缺口 这个大缺口 前面还有一个缺口 一个 两个 三个缺口 现在这两天反弹 外资还是卖 短线代表说 他还在走盘跌 空单81块4 也是在年限81块5呢 年限81块5 没有站上 我会建议续报 年限81块5 站上的话 你就先做一个 获利回补的动作 那再来2377的 2377的违新 成本92块 昨天跌破月线 是不是转弱 相对今天虽然是小谭 但是他的月线88块 我还是建议 88块明天要站上月线 如果站不上月线 他会变成一路盘跌 并不好 那要设停损点 是88块要站上 才可以做续报 那再来 4147的中域 中域做多怎么看呢 相对他的均线 纠结在10日均线 154块4 你看看他的均线结构 均线纠结在154块4 这个地方设一个停利点 你的多单 设154块4设个停利点 王志雄 王大哥 晚安 VIX我建议做续报 甚至我认为他是低档 是往上看 9958的事情 我们刚刚回答过了 最后一个8016 8016细创 股价的成本是在147 今天收盘144 147刚好是买在高点附近 你看今天的结构出利多 开高走低 不是好现象 跟前两天3293的星象 出利多创新高走弱 我昨天跟各位讲 请你避开 你看今天是不是跌 那今天8016 也是出利多开高走低 我会建议 明天144块 就刚好今天收盘价 5日均线如果短线跌破 先退出来 虽然说离你的成本 已经有差3块钱 但是创高以后 利多创高拉回 这种技术形态 最怕形成利多出境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那么好朋友 如果说还没有加入我Lite8的 可以把握机会 我的ID是荧幕正中间 小老鼠ASIA168 小老鼠ASIA168 甚至还没有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的 记得 荧幕右下角 或者是频道右边有订阅的字样 按下订阅 同时按下小铃铛 那么在8月中以后 都可以及时免费收到我盘前 甚至最新的解盘资讯 把这些好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愉快 还没有回答到问题的 待会把问题转到Lite8 我们在1对1私下跟大家回复 祝大家操作顺利